我們又為了這個 讓很多他的車迷 就是對他非常知名 來問我們呈驗 好 我們先更新一下數字 前七個月 B&W的電動車賣了26萬輛 這個成長YOY是42% 42% 這個成長非常機能 那如果就排名 當然你剛才講蘇比亞迪特斯拉 可是在傳統車廠裡面 他是第一名 你要知道 他跟賓士之間的一個心結 所以他沒有辦法 讓賓士在他前面 所以你去看他的這個電動車的 進展的速度非常快 當然我們現在看到傳統車廠 在推出電動車的同時 其實有些傳統必須堅持下來 像你剛才在講這個B&W的這個 雙腎水箱護照 早期真的是看起來 有點像腎的造型 而且 但他現在已經變太大了 已經不像腎了 對 越來越大就很像豬鼻子 越來越像照天鼻 但是我要講 一開始這個雙腎水箱護照的設計 其實就只是為了 凸顯跟其他廠牌的不同 就是只是一個設計而已 但是後來當然就保留下來 變成B&W這個整個系列 早期還比較小 後來越做越大 那現在包含新的電動車 甚至你看到一些 一系列 二系列 這是比較小的車款 他也把他的腎鼻孔做得超大的 到底叫大鼻子 還是大鼻孔 大鼻子 豬鼻 但是基本上我們也不會特別去 怎麼去撐那個東西 但是反正看到就知道他了 可能不是開這種車的人 會比較去嘲笑那個豬鼻子 但是我們不會特別去笑那個鼻子 所以你也是車主 基本上因為小時候 我爸就開這個 曾經開過這個車 那我就只有認得出這種車子 所以後來買車的時候 我會只認那個造型 其他我就看不太早 對 那現在你去看 比如說他新推的這個iX2 他現在都iX系列 X就是休旅車 那X2他也做了一個先背型 電動車的 但是就是其他的很多的改款 包括他最新的這個電動車 未來概念車 第一個他把照後鏡拿掉了 就是我用環景的嘛 你就可以看了嗎 幹嘛要照後鏡 第二個他把門把拿掉了 就是說車門上面 你滑過去門就開了 但是他的鼻孔還是流著 那甚至像賓士這個G-Class 很有名方方勝正的造型 這個也保留他的傳統 他也要推電動車 但他不改他的造型 就是一樣方方正正 長一樣帶他變電動車 對 G-Class 因為這個辨識度太高了 一開上路誰管理燃油 車還是電動車 反正就是G-Class 就是厲害 那另外一個R8 其實Audi裡面 大家如果有看那個鋼鐵人有沒有 當時他不是開了R8到路邊 把他一個手錶換給人家 換了一個一束花 還記得那個場景 引擎的咆哮的聲浪 所以這一台車 實際上2015年他有推電動車 這也要純電版 純電版 可是坦白講 當然那時候推續航理程 就400多公里算厲害 可是我覺得那時候 搭接收部沒那麼高 但是現在重新再來 純電的R8 未來會看到 當然回來講這個傳統 實際上水箱護照的作用 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對這個我們講 德國車來講 因為他的溫度很容易拉高 因為他的引擎的轉速很高 他要維持他的操控性 所以他的水箱護照變大 其實跟進氣導流 降溫其實有很大的關係 平常裡面的閘門是關的 你洗車什麼水也衝不進去 但是當你開到一個速度的時候 閘門就會打開 他自動打開 鼻孔就會張開 大概就是這個邏輯 那現在網友就說 酷手啊 因為其實這個車 你不要看那個很像LV 就是那個Logo 你看那個有錢人買那個LV包 那個LV要越大據說賣得越好 他說很慫啊 你自己不懂那是LV 不是我不懂 我是怕我旁邊的人看不懂 我背的是LV 我花那麼多錢買LV包 旁邊的人看不出來 所以當然要大 所以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鼻孔越來越大 網友就說到了2060年 整台車都是鼻孔 就鼻孔直接開到開上路這樣 但我好奇 那你說這是為了進氣對不對 那電動車有需要進氣嗎 我剛才講傳統你不能 不能拋棄嘛 可是你電動車不用進氣了 可是你如果把那個鼻孔拿掉 我就認不出來啦 我就認不出這是B&W 就像我剛才在路上看那台Audi 我看半天後來看到那四個圈圈 所以你要一眼辨識 還是得要留著 你總不能把那個藍天白眼的 那它既然不需要進氣 那它的鼻孔上面是什麼 就燈啊 基本上它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當然你防撞 還是有它一定的效果對不對 第二個其實電動車 有很多的感測器 所以它可以變成 鏡頭 感測器之類的 但是我要特別強調 像B&W它還是很執著一些點 譬如說你到了德國 你一到機場 計程車都是賓士對不對 突然之間 也不知道 可是它就是沒有上用車 它就不坐上用車 B&W 然後它坐什麼 那個防彈車我們之前介紹 所以在電動車裡面 你知道它除了堅持 它的雙勝水箱護照之外 它就是不坐自駕 不坐自動駕駛 為什麼 喜歡開B&W車的人 就是喜歡那個操控感 自己開 你方向盤轉多少 它車子就跑多少 那個過彎像切豆腐一樣 高速公路操車 是咻咻咻咻 對不對 感通告很好用 所以如果今天變自駕 那我買那個車幹嘛 所以還是要有 掌控操控的樂趣這樣子 另外一個就是我剛才講 它的很多的感測 裝在這前面 其實就是要讓這個車子 就是把它的原來的設計保留住 又會提升更多的功能 自己感覺不 seguridad 那遍 不能運行 進行 進行 進行